字頭筆先讓它捲起來 好 有喔 對 我指頭捲的方向捲起來 應該 更合 集中 收筆也是要捲喔 回來要繞回來 這樣就打結了 是不是 所以我們寫楷書的時候一樣道理 弄筆之後 一樣 一樣要捲喔 捲到你的寬度要一樣 弄筆就是在捲 所以要記得這個動作 你的寫字才會寫得很完美 為什麼頓筆 頓筆就讓你筆毛集中 所以寫字一定要用頓筆的動作 沒有頓筆的動作 肯定就是不正確的 這樣子我寫字 好 你只要輕輕的一點 沾到紙上 順著它的四股 還要黑的眼光 你要知道他眼神 你要捏 踩開的嘛 踩開你到定位 因為我這個沒有亂表演 我這個 我們寫字一定有一定的一個生物 你看他大毛一直捲開 捲 一點點就好了 一點點就好了 他不會斷掉 一點點就好了 一點點 他的毛這樣一直捲 一直捲捲到 到定位以後 記得不能往外帶喔 到定位之後 原地 垂直 收 就緊捲 收之前 你毛要順地放 反方向回收 但毛就挺緊 這樣寫字 你控制毛筆 你的筆毛容易是直的 他未必是收尖 但是他已經直了 你是直的 這個動作太重要 太重要 捲好以後再按下去 才要你的厚度 你沒有先捲 如果你先按 撲開了 就捲不起來了 所以你勢必要先捲 這樣按 他的寬度就出來了 邊走邊頓 邊走邊頓 到尾巴的時候 收頂 它就起來了 所以你不要有這種順序點之後 你就懂得去控制毛筆 每一幾個方法一樣 但是他入手領會有 所以你要常去做 去寫 你就知道 好好跟他